大妈在战败之后会不会死去 肯定不会 人家是死狂 大妈身体还是真正的怪物 所以你可以看 之前基德的超电磁炮 都没有真正的破大妈的防御 都没有真正的打败大妈 只是把大妈通过巨大的冲击力 冲出了鬼岛 那之后虽然大妈又碰到了 这个鬼岛的军械库的搭弹 而且在落入罗所制造的大洞之后 整个所有的炮弹全部都引爆 但是我相信即便是这个级别的爆炸 应该也没有办法杀死大妈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毕竟他是大妈 而且我们在之前也提到 大妈可能还拥有潜在的 用霸王色来防御的这个能力 即便没有大妈的这个体魄 我估计也是可以承受住 那种规模的爆炸的 可能真正要伤害死狂大妈的 除了罗的K-ROM 从内部伤害之外 也就只有缠绕霸王色 这是目前我能看到的 不管是基德的超电磁炮 还是鬼岛军修库的炸弹 应该都没有办法杀死大妈 大妈的霍米兹宙斯 在未来还有被纳美使用 帮助纳美继续封神 大妈在未来的巨人国片 可能还有非常重要的潜在伏笔 所以大妈目前只是被罗和基德 只是被韦田强行的踢出了战场 但大妈肯定没事 他只是被打败 他只是被踢出战场 但是他一定还活着 在旧观念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